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2-3 81页范例1 逆旋人手痕的题目 有一个同学 他在平原观赏 用热气球在平原上观赏风景 那这个 他的手上呢 有拿相机 那这个相机呢 就不小心掉了 一开始他们的速度是 每秒5公尺 然后从高度100公尺处 开始把这个相机 不小心掉落了 那请问这个相机 他落地的瞬间的速度大小 这个如果你以前用 等加速度运动就可以算 但是今天我们用能量 力学能手痕的观点 来试试看 今天他是不是有符合 合力做工 只剩下重力做工呢 是因为他说 忽略空气阻力 对不对 忽略空气阻力的话 这个相机离开手以后 他就只剩重力对他做工 只剩他重力而已 空气阻力没有考虑吧 所以用力学能手痕 就可以解这一题 在使用力学能手痕之前 一定要检查 是不是合力做工 只有重力做工 那之后我们还会说 其实弹力做工也是可以力学能手痕 以及静电力做工 也是可以满足力学能手痕 所以其实是 合力做工是否只剩下 重力做工 弹力做工 以及静电力做工 那这种情况 就会力学能手痕 好 所以呢 力学能手痕就是 力学能没有变化 那就是 一开始的动能加 一开始的位能 就要等于 后来的动能 加后来的位能 那一开始的动能是 1mv平方 所以乘以5的平方 加一开始的位能 是100公尺高 我们可以 用最低点作为0位面 这样子 好 所以 在高度100的地方就是 ngh ng乘以100 所以这里就是ng乘以100 最后呢 降到地面 位能是ng乘以0 ng乘以0 然后 我们要算的是 后来的速率 后来的速率就可以用 动能来算 所以你就会发现 它其实长相跟 等加速度运动第三条 是几乎是一样的 2分之5的平方 加 g乘以100 就会等于 v平方 我们已经把m消掉 然后接着呢 你如果把它的2乘上去 就会变成这样 2乘以g乘以100 就等于 这有一个2分之1 这个2分之1 把2都乘上去以后 同乘以2 你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这是不是就很像 v0平方 加2as 都会等于v平方呢 其实就是这样啊 它其实就是 我们从 做工与动能定理那里 其实就有讲解 等加速度运动第三条 跟做工之间的关系嘛 如果你没有什么印象 可以回去复习 2-1的影片 好 所以最后呢 2乘以重力加速度 g是带10 所以这里是2000 2000再加25 2025 等于v平方 那这么一来呢 v就是45 所以答案就是45 好 这样算是 就是用能量的观点来算 否则的话 你也可以用 以前的 等加速度运动公司来算 会得到一样的结果